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2024年的1月29号 欢迎大家回到现实人生,回到现实世界 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自从迪拜行动是败了之后 政坛现在的确是风平烂静 然后做了很多事情去转移焦点 国门现在没有什么大动静 但是今天绝对让大家大跌眼镜 这个国门好像是碎醒了 既然国门有做好事 国门有做好的东西 我们当然要公平 非常非常公平的 告诉大家,给大家知道 而且这一次今天 国门做的事情 绝对 真的要拍掌鼓励 要多多鼓励国门 真的要公平嘛,对不对 所以呢 绝对绝对 大跌眼镜 你绝对绝对想不到的一件事情 真的发生了 那个金达州大臣 Joan Muhammad Sannoufi 知道他现在人在那里吗 在中国云南省昆明 Sannoufi 去中国做什么 返华 去昆明 去昭明 去昭山 去昭山 去昭生意 去祁达州 听说 成绩还不错 还昭到蛮好的成绩 因为祁达州 她每年的昭山目标 它的KPI是100亿 这100亿 去哪里找 当然去中国找咯 现在这个吉达州大臣Sanusi 亲自飞去中国的朝山 去到中国云南省昆明的朝山 所以呢 是不是让大家大开眼界 让大家看了之后 是不是这些政客讲的话 根本就不能听的 我们都知道国门是什么立场 国门是代表保守 代表极端主义代表台外主义 代表那个盆大弹 是不是 排斥华人 国门是不喜欢华人的 国门是走老马思维的 所以 现在呢 现在国门最出名的Sanusi 都跑去中国了 都跑去中国了 你现在还什么话好讲 现在还把中国的商家呢 叫他们来吉达州 来来来 其实来了很多 他继续叫 叫中国商家来吉达州 来投资 来投资 来吉达州 非常欢迎中国 爱中国 国门喜欢中国 回教党喜欢中国 真的喜欢中国 所以呢 可能有些人会很生气啊 你既然这么喜欢中国呢 那你为什么对马来西亚的华人又这样子呢 马来西亚的华人不是华人 中国的华人才是华人 大家可能会很生气啊 再来第二条呢 我们正式呢 准备呢 跟老马 切割啊 正式呢 要把老马的那个思维呢 切割掉了 来我们来看 马上来看这个 这个经文啊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做人呢 我们要能够马上能够接受事实 马上能够接受现实 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节目叫 我们的政治节目叫做现实人生 就是这样子 能够立刻有什么变化呢 我们能够立刻接受 立刻改变 所以有年轻人跟我讲 他说如果我的父母呢 我就是他们的父母的年纪的人 我就是要50岁的人 假如我父母像你的思维这样 这样年轻的话就好了 羡慕了 真的 没办法 我们做人是这样子 你要马上接受这个现实 马上看到新的东西呢 你要能够马上转变 好像现在国门呢 吓人一跳 原来国门可以去中国招商的 真的是不是 真的 我跟你讲 如果讲2024年度 最大震撼是什么 那个迪拜行动 那个车道炮 2024年最大震撼呢 就是Sanoci去中国招商 Sanoci呢 原来这么喜欢中国 原来国门呢 这样喜欢中国 原来国门呢 可以去中国呢 招商的哦 啊 这样子他们平常讲的东西 不叫做Bush 不是骗人呢 是不是 啊 真的是去了啊 啊 啊 还是这个 你看 现在这个国门唯一的 那个华人YP呢 显然呢 成为那个Sanoci的左右手哦 啊 这个年轻人呢 看来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啊 看样子呢 他正在努力的把国门呢 带出来 啊 成为呢 下一届损局呢 大家的一个 啊 啊 如果国门呢 真的可以没有 啊 越来越不轻呢 啊 等下安华越来越轻呢 下一届呢 啊 大家再看看啊 所以安华变轻色呢 我们肯定要大骂 凡是看到安华变轻 就要骂 不然呢 他真的变轻 啊 因为你看他 国门呢 越来越褪色了 那国门又越来越不想走轻色了 啊 所以有图伪症吗 那不是假的 啊 这些全部是真实画面啊 啊 真的是去中国啊 你看 可以跟 可以跟华文字的 啊 可以接受华文字的 国门又来可以接受中文字的 啊 你看这个 啊 中国的老板呢 给他这个 纪念品 那 他呢 真的是真的是在云南昆明 在中国 去参观中国 啊 啊 这个也是有图伪症吗 那吉巴州代表团呢 啊 到这个啊 昆明的那个大学去交流 啊 你看 他到中国去了 这个这个 这个中国的代表性的 红色的 那个大指导啊 然后 拍下照片 啊 其实你看Sanossi的服装呢 Sanossi呢 根本就不是呢 那种包头 包头嘛 根本就不是那个极端分子嘛 所以Sanossi也是很可惜 啊 那 建立Sanossi呢 不应该在那个 伊党的 他应该是土团党 他其实 怎么看他样子 他都属于土团党的人嘛 你就 你就不应该在伊党呢 成为那种 什么 但是没办法 Sanossi 他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因为他的基本盘呢 他的票呢 都是那种保守嘛 都是保守的人投他嘛 啊 那个开明先进的人呢 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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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也没有办法接受 这个Sanossi 你现在暂时也 没有办法接受嘛 啊 他改变形象呢 啊 他到最后呢 他还是要靠那个保守票嘛 对 没办法了 好啦 接下来讲那个 老马思维的部分 然后 国门呢 国门的闭板呢 正式呢 准备跟老马 切割 国门有闭板 土团党有闭板 国门有闭板 他闭板就是非马来人啊 有印度人啊 华人啊 而且是 要提醒大家 国门的闭板呢 是有上证损举的 是有去损举的 国门是有派印度人 派华人去损举的 他不是来自刘伯斯的党 是真正的闭板啊 刘伯斯的党是另外一回事啊 OK 所以 他讲说 他们讲很清楚 老马呢 没有加入任何国门的成员党 老马不是普团党 不是伊党 也不是刘伯斯的党 所以 他的言论呢 完全不能够代表国门 那国门将会 跟老马的这个极端主义思想呢 彻彻底底的切割 然后这个 国门里面跑出来的消息就是呢 那个不信任动议呢 没有嘛 安华昨天也回应了 没有那个国会议长呢 没有收到任何的不信任动议 所以 现在呢 阿公门关起来了 新的阿公也是关住门了 反正不见你们了 他们 你们还想走后门呢 阿公门关得很紧 马来西亚唯一要推翻安华政府的方式呢 就是在国会提成不信任动议 而且这个是唯一合法的方式 只要国会通过不信任动议呢 安华下台呢 这个是合法的哈 这个不是走后门的哈 这个是真正干照宪法 合情合理合法 安华必须下台辞职 但是呢 现在国门呢 不敢提成任何的不信任动议 也没有办法提成 安华讲没有 没有提成 所以呢 整个东西叫做布序 所以布序了之后呢 现在要转移交点 跑到马股那边去大杀 所以刚才那个security commission 他们已经出来喊话了 放心 所以现在这样子好了一点点 因为人家很奇怪啊 那个7022呢 这样好的股呢 怎么也会 其实最烂能大跌眼镜就是7022 7022做什么也这样子啊 现在人家 大量买回7022 听懂的人就听懂了 不懂的人就不要去玩这个东西了 等下你买了7022 等下7022再跌一次 我不知道啊 是不是 还有几个是很好的股吗 怎么会玩到这样子 所以转移焦点 转移他们迪拜行动失败的焦点 转移各种各种东西 就是这样子啊 然后呢 今天就不小心看见了 哇 沙弩西这么努力的 好去中国啊 所以 既然呢 沙弩西呢 可以去中国造商 造中国的商家进来去打桌 啊 所以呢 所以呢 这就证明呢 啊 国门呢 还是接受了现实 还是人民必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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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民必还是不可以 是不是 好了 如果看见 沙弩西去中国呢 我以为他不会去中国的 我以为他这辈子 不会去中国的 啊 原来 这么喜欢去中国 啊 既然看见沙弩西去中国 造商呢 大家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那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下回见